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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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這是整理啦 指數在整理啦 所以已經講很多次了 我們先看一下 從這邊看一下 就是整理 橫向的 橫向整理 我們看這裡 橫向整理 原力踏步嘛 這不是橫向整理嗎 是要漲還要跌 你現在看得出來要漲要跌嗎 看得出來嗎 你看得出來要漲要跌嗎 看得出來要漲要跌嗎 如果你沒有股票 你說會跌啊 或者是放空的時候會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有股票的時候會漲嘛 我就知道了 不過你要說什麼 要漲要跌 要漲要跌不是用猜的 不是希望呢 希望要漲要漲要跌 不是 這根本看不出來要漲要跌 所以你少來啦 你跟我講這個要漲 你沒有證據要漲啊 你這個要跌 沒有證據要跌啊 這不知道怎麼辦啊 整理啊 那他就在等啊 等這個啊 等指標調整啊 對不對 啊這個調整好啦 這個先調整一次啊 對不對 我不是說壓到50%以下嗎 對不對 我不是說壓到50%以下嗎 他這邊先整理啊 回測月線 對不對 那我不是講過這一組 整理最完整嗎 整理的幅度也比較大 因為只有30檔嘛 那KD值也掉到23%嘛 所以他強度比較高嘛 在反彈的時候強度就很高 那這條是月線嘛 對不對 那我們呢 我們就不乾不脆啊 我們比較 走勢比較好的就是台積電啊 因為台積電跟著費城半導體整理啊 因為台積電跟著費城半導體整理啊 所以他技術面是 比較完整的 那其他股以下就亂七八糟嘛 強勢股有時候會跌停啊 因為指標過熱他就會跌停啊 沒有為什麼啦 你不要再講基本面了 他基本面好的很啊 好的很啊 今天很多股票也是這樣喔 很多股票也都調整的 因為你瞬間在調整 表示主力在做的嘛 因為在整理嘛 那整理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出現很多的一些標股 那基本上都是一些中小型股 主力股嘛 或者是比較 價格比較低的 這難免啊 那跟大盤就沒有關係啊 跟美國股市就完全沒有關係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一直要講台積電 因為你要看他怎麼走 就知道大盤怎麼走啦 你要看他怎麼走 那他已經從這邊 585塊到這裡這麼久時間 也都沒有突破啦 所以 所以都沒有突破這個高點 這個也沒有離很遠啊 但是他就是不來啊 他也跌不破啊 那表示這個在整理啊 那你怎麼做 很多人就說 那個 以後一定會大漲 你當然你套牢的人 當然是會大漲啊 一定有選舉行情 你套牢當然說有選舉行情啊 套牢的人都是這樣講啊 不是嗎 以後會不會漲 對不對 要看美國啊 看美國會不會漲 我就是看美國啦 看美國會不會漲啊 美國如果會漲我們保證漲啊 你要看這一組會不會漲 那現在整理到這裡來了 已經距離前高很近了 對不對 非常近啊 這個其實隨便 隨便就可以過這個高點 很近了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容吧 美國現在股票市場啊 科技股當然就是蘋果電腦啊 蘋果電腦已經 跑到已經快接近前高了 快到200塊了 滿強勢的 所以NASDAQ指數就會很強 那另外特斯拉也反彈 所以NASDAQ指數就會反彈 因為它這邊掛牌是 在SP500指數也掛牌 在NASDAQ指數也掛牌 那上個禮拜 廢城半導體為什麼會這麼強 就是因為AMD非常強 超微這檔股票 發表了新的晶片MI300嘛 那超微這檔股票已經 又要逼近今年的高點 已經到131塊了 跑得非常快 前一波高點是132塊 那這檔是標準的AI相關供應鏈 標準的AI股 我講過美國你就看超微跟輝打就好了 那你說亞馬遜 微軟 它是 這次跟這兩檔晶片股是相關的 最重要還是輝打跟超微 你說什麼美超微啊 什麼那個 那個都是小咖的啦 美超微什麼 當然大咖的像亞馬遜 但是他們是CSP的 它不是做晶片的 做CSP的 那CSP廠中這個 Meta或者是Microsoft 它不是最上游的晶片 最上游的晶片就是這兩檔 還有另外一些IP股 IP股你知道嗎 像新式國際啊 像易華電腦啊 像易華電腦啊 你會知道這些人記錄的 新式國際跟易華電腦 他們是IP股啊 所以台灣的IP股會不會漲 你要看這兩檔 那我跟各位講過 如果以美國的整體型態來講 是真的是不錯 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那只是說指標 比較熱的時候 它必須要做一個調整 你看它調整多好 從95調整到23% 這個是正常的調整 漲多的調整 你看這個圖就好 這個叫不太正常 這個叫正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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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看喔 你注意看這檔 3415對不對 壓下來 這一波下來不是就是 輝達也下來嗎 輝達那時候505塊 那不是跑到了450嗎 它現在在反彈 這個是等一下有空再講 這種過程是不是一定要經過 你不可能說漲起來以後 然後就一直漲一直漲 都沒有這種 沒有以盤代流 或是沒有回撤 不可能嘛 我們買在1825嘛 那我不可能說 跌起來以後我就看壞 那漲起來我就看好 不是嘛 這過程當中 我都怎麼做 我都跟你講 我說我不會在乎這個跌 跌三個跌停榜 我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成本夠低 那你說老師 這個到底要漲到哪裡 我不知道啊 我已經跟你講我不知道啊 你要問 你要打電話問世新才知道啊 我怎麼會知道呢 任何一個分析師都不知道啦 不亦設價錢的啦 我只是告訴你 我知道的東西 我告訴你說 今年會賺45塊1PS 今年啦 明年65啦 後年80到85啦 老實說可是這邊沒有寫 這邊寫的時候 價格就已經四五千塊了 你怎麼可能會看得到呢 你看不到的啦 這叫預估啦 預估啦 四五千塊 我是講一下 我沒有說它一定會到四五千 我是說等於看到它的答案 獲利的答案 股票已經不曉得跑去哪裡了啦 所以看這種東西太簡單了 你不能看過去嘛 你看這個25塊幹嘛 那你要看這個 你要看這一檔啊 你看這一檔你也買得下去嗎 十二塊啊 負的呢 負六呢 你看過去那怎麼做股票 人家股票是反映未來的嘛 這漲是漲未來會賺錢 這一個是漲未來的 你不能看這裡啊 你不能看這裡做股票啊 你看這裡做股票怎麼做 完全不能買啊 可是真的會做股票的人 他沒有在看那個東西的啊 沒有在看過去的東西啊 過去的答案都不重要 過去有什麼用啊 過去的EPS你看那個東西幹什麼 過去沒有參考性啊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跟你講 四星今年賺45 老師45沒有看到45啊 等你看到了的時候 不曉得跑去哪裡啦 我之前跟你講啊 不是今天就跟你講啊 在第一季第二季我就跟你講 四星會賺45到50塊喔 這裡我就講喔 不是這個時候看到30 我才跟你講45 是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你講 這叫預測未來啦 45塊啊 算是低標啦 怎麼可能老師 當然不可能啊 因為當初我在講四星的時候 五百塊你就認為不會長 不是嗎 你就認為不可能到一千啊 我說五百塊會到一千 你就不相信會到一千了啦 一千塊我說會到兩千 你也是不可能嘛 兩千塊到三千 你都不可能嘛 都不可能 完全都不可能 為什麼 預設立場嘛 因為看答案嘛 看答案做股票 看25塊嘛 看去年 110年就是前年的 這是去年的 前年才賺13塊而已 四星前年才賺13而已 去年還翻倍賺25塊 今年再翻一倍 那為什麼要先講四星 我要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可以賺這麼多錢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懂技術面 也懂基本面 而我們用技術面在操作 對不對 所以我在TG裡面上個禮拜講 我還特地講了我們會員 我們會員所操作的這些股票 當然會員操作股票 不是所有會員 我們三組會員 不是所有會員都操作股票 都一樣 我們都已經講過了 還說不買賣 這1825買的 1825買的 這個已經做前面做好幾趟了 那這一波最近也是1825買的 賣了一半都已經是 對不對 都少賺了 後面這邊都少賺了 現在賺到今天為止 是92% 快翻倍了 明天跌停板也不會賣 三個跌停板也不會賣 三個跌停板也不會賣 五個跌停板我再來考慮要不要賣 後來我跟回王說 明天如果跌停板不賣 三個跌停板也不賣 五個跌停板再來考慮要不要賣 跌停板都不賣 漲停板怎麼要賣 更不要賣 明天漲停板也不賣 三個漲停板也不賣 都不賣 你聽我的意思嗎 我們操作就是這樣玩 賺錢的股票我哪裡要賣 只有賠錢的股票我們才在賣 但是賠錢的股票要賣 賠錢股票當然要賣 賠錢的股票當然要賣 觀念不一樣對不對 我當然知道你觀念跟我不一樣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節目先 我們在見到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绝对正牌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万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成就精彩人生 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牌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下 让我们看一下创意 我在这个也讲过 创意我在这边也要讲 上个礼拜跟今天我都有讲到创意 我们会员是 这边都有先 我们这边都有先 这边都没有套牢 我们是在这边买 1365 这边反而是做短线有先卖掉 这波这钱比较前面 这边1365买 买100张 假设了 这边1725卖50张 卖一半 回测1445 再买回50张 那变成还是100张 那现在上来 上礼拜五涨停板 今天跌 没有卖不卖 我不能说今天跌下 我就跟你讲我涨停板卖了 我们不会这样 看前面看这么久了 我们不会这样讲 我们不会这样玩 那是什么时候卖 再说 再说 反正贪财了 贪财了 贪财了 这两次 我们参加会员以后 你什么时候带我们买 不太会买 你参加我的会员 你就知道 我不会天天叫你买的 我也不会随时叫你买 不会啦 很久才会叫你买一次 机会来的时候我才会通知 不然你就一直等 就一直等 你像这个世心 我不会买啦 我不买啦 新会员你要叫我带你去买世心 买什么 所以世心我们还 目前来讲回补回来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减 还没有卖一半 之前卖一半又买回来嘛 现在就是准备要卖创意啦 创意如果再涨起来 我会通知卖股票啦 先跟你讲啦 策略就是价差操作啦 那会不会再买创意 不会啦 干嘛这个地方买 要买的话等过新高 我们再来看看要不要再买 可是要创新高再买 对啊都是创新高再买 不然什么时候买 但你如果不能做股票了 技术变得就是这样算的 你是在 不要跟我说这个啦 我都记事面的啦 所以我们做股票为什么 赚钱不太要卖 因为赚钱你干嘛卖 就是赔钱才要卖 为什么老师赔钱都卖 赔钱要挺损啊 赔钱要卖 当然要卖啊 不然你要越赔越多 不然你赔钱你套牢以后 你拿到钱去买别的 观念啦 鹰派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操作多好 赚那么多钱 这都是事实的 我一再来讲耶 你看看这个东西 为什么不讲 他在整理我干嘛讲 我这边赚了几趟啦 你怎么好讲的啊 他会不会找他看他面子呢 看这两支呢 最后要摆第三支 看这三支呢 这三支如果没大支 资源加大支喔 蓋起来也是又回啊 你看这 他不敢蓋起来 不然蓋起来 蓋起来不是又回头 常常也是这样耶 你看这档股票今天不是就跌很多 这档股票不是冲过去 不是又回下来 立股票冲过去不是又回下来 很多啦你看 你看他冲过去不是又回 他冲过去不是又回 跟你说一定要看世心创业 非达跟抄违 一定要看这几支 村里面看 我当然就是要 最后要讲到广达跟伟创啊 我摆在那后边跟你说嘛 这支呢 这支也同样啊 这支在这支在说嘛 英威啊 这支以前的投资不是就在买 我说没那么快嘛 随着去买嘛 他说这支在买多少 610块买的 我比较少提英威嘛 对不对 CPU改善做探增卡 AI相关供应链 这档是AI相关供应链 那在买多少 百分之四十啊 这边过程当中不是也回下来吗 我们会害怕吗 不会吧 因为我们成本低干嘛害怕 你只要买成本够低 你不用怕它洗啊 而且赚钱你绝对不要 随便被它洗掉 赚钱的股票 不要随便卖 赔钱的股票赶快卖 这个也是赚了四成啊 四十八十块 这也没什么用啊 所以今天都在说嘛 答发嘛 你如果买在低档 你怕它洗嘛 你怕它洗才洗去嘛 根本不在乎 随便一个不小心 它就变六百块了 因为你有那个条件 保留股票嘛 因为赚钱怕什么 赔钱才要害怕 不要套牢啦 套牢你就没有钱买白股票 对吧 还有这支啊 813买的 这支就比较在说 IP不标准 它也不太会涨停啊 它说二十六十 企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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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股票我们也赚 将近百分之四十 应该有 813买的啦 你看我上个礼拜五 不是跟各位讲 这五党股票 今天 这五党股票 继续跟你讲一次 那今天四星又创新高 创意拉回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影威又涨了 然后达发也反弹 然后这个M31今天涨停班 这五党股票 老师 如果我们的股票要怎么 那不可以再买 那也不可以买 当然不可以买 你不敢啊 我给你买这个股票 你怎么敢买 你不敢啦 我如果通知你买 你也不敢买啦 我不敢买啦 你绝对不敢买的啦 但是当初 在第一档的时候 我通知你买 你也是不敢买啦 第一档的时候 我叫你买 你也是不敢买 就好像现在我叫你说 我们来买广达 你一定跟我讲你不敢买 我在这边通知会员买四星的时候 很多会员也在质疑到底要不要买 一样 在这个位置叫你买股票的时候 对不对 你会害怕 因为它没有涨 你现在问我要不要买 问我要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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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回头过来 我如果现在通知你要买广达 来做价差操作 做一个大波段的开始 就如同之前这档股票在跌的时候 很多人也要一直卖 我也在鼓励你说这种股票是AI相关公司 会反弹 反弹起来你就要减碼啦 不然你还期待什么 都已经涨了三成了 连这个新星都涨 这种股票我们都做过来 我们价差做过好几次了 我们460几卖的我记得 这个也卖掉啦 我们做价差做好几次啊 你以为是这样 我们不是卖掉不是不看好 是我们股票也不能越来越多 总要卖一些股票 总要减碼一些股票 这个股票也是一样 当初冲上来赚了两成 我不是说卖一半吗 连那个华星科就叫你卖一半 卖一半剩下一半 那120的成本在怕什么 水在一半 跌停板也不可以快啊 我就看过去 你已经贪一手了在怕什么 所以你现在 大家都是老朋友 你跟着我 我现在重点不是刚才那些股票啦 我的重点是这一档 你不敢的 你不敢买 你一定不敢买广达 你也绝对不喜欢伪创 你也非常讨厌技嘉 我都知道 但是你手上有 你套牢 别人都不会讲 别的分析师也都叫你卖啦 你参加他会员 他也叫你换股操作 卖掉技嘉 卖广达 赶快去买事情 买创意啦 一定也是这样讲 但是你找我 我的做法 操作方法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涨多的股票 必要时我就叫你解码了 可是这种股票在整理 已经越来越完整了 我是会叫你保留 然后呢 甚至一旦有机会 我就会通知你买回 买进 那什么时候买呢 什么时候买呢 什么时候买呢 当外通低啦 我会跟你讲的 我会讲 会员优先 这边不会先跟你讲 该买的时候就会通知你买 买了以后反弹还是要再先卖再回特再买 做价差操作 你了解我意思吗 加入还有Telegram 193008 我这边都有写 所以说这些股票 尤其这些股票 你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会有机会反弹的 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尤其是这个广达 不去啊 开高走低 技嘉反弹一下又得 尤其是这些股票 你已经很失望了 我知道了 但是我看他的企业啊 我看他大企业啊 所以明天才大企业 我没这样说 我只是说未来会涨上来 涨上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卖 要怎么卖 你问怎么 把电话到公司来询问 加入我的会员 现在你有这三个股票的会员 的投资票 你参加六个月 我们就要送你一个月 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有关情 有关情 有关提交 对 我只好 在我工作